其实也不太咋样 不要把我这种事实说给别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今天我来作曲家 舒楠老师的录音室 录制我们的歌 我身旁 始终给我力量 足迹一花长翅膀飞翔 路同向远方 我们好好堂堂 走向 好 来 走向新舞台 走向新舞台 青春在飞扬 没问题 来 我们从A2开始 好 足迹一花长翅膀飞翔 路同向远方 我们的苏南老师 您觉得作为专业歌手的周深 今天发会怎么样 这话问 您在我面前能说出 我不怎么样吗 这话其实也不太咋样 不要把我这种事实说给别人 揭秘一下 灯火里的中国 其实中间那几句solo 就是完全是他们自己干的 所以这种歌手来了以后呢 第一呢 我不忍心让他多唱 因为我觉得多唱会破坏他的嗓音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会打造 就说一句话 就我们要打造一首歌 在这不行 打造太粗鲁了 太粗鲁 就它是一个艺术品 像玻璃一样一碎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深呢 他这个嗓子就是这样 边来之音 那么今天来了以后呢 我想让他就在中间 在跟我像灯火里的中国一样 发挥几句 他都我现在有点点不知所措 我觉得就是 就是拿到demo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苏南老师写歌 他就是永远可以让你就是 他的旋律可以拉着你走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会被编曲啊 或者其他东西带走 但苏南老师的歌 他就是他的那个主旋律 原来就可以把你拉着往前走 所以在后面要想一些 飘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困难 因为主旋律过于明确 而且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艺术家非常大 近日有舞台2023的学员 发视频爆料 说周深老师凌晨两三点 还在上课 给学员调歌曲 他说到了凌晨两三点 工作人员问 你要不要取上深深老师的课 深深老师现在还在 他想帮所有 想上课的同学们再加课 然后他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凌晨四五点了 才轮上自己 周深就帮他十分详尽的认真的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 然后 但是那个时候深深老师 给我很多很多帮助 然后正片里没剪出来 就是那个怪兽音乐 真的是提前一天 散台的时候 他跟我讲完之后 晚上 晚上 当时可能到凌晨两到三点了 他突然 我的学员就问我 你要不要去上深深老师课 深深老师现在还在 他说想帮所有想上课的同学们 在 加课 我当时就说抱上 一顿抱上 然后 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他一个个交完之后 我就 就也是去深深深老师那边上课 他重新再给我调了一遍 最后的那个副歌 最后的那个吟唱嘛 改完之后确实也是不一样 所以第二天 呈现出来的那个东西 其实都是 很极限的一天内 深深老师给我抠出来的东西 就他觉得我能改的地方 他就给我改掉 如果我改不了的话 那不改 有没有人懂 不难想象 全部指导完 整个晚上就过去了 关键是 如果不是选手自己爆料 除了工作人员 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情 相信类似的事情 肯定还有很多 我们说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但真正能做到的 又有几个呢 你有啥 不舒服 直接就跟他们沟通 你不好意思说 告诉我 我把你打算喊出来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舞台歌手 都很真诚 彩排这种东西 很重要的 但会直接影响到 你的正式演出 你相不相信周深 给你的一个建议 我是完全同意 他们做任何选择 不会伤害到我 但突然那一下 你会觉得 你被信任的时候 那种力量 你会觉得 好大呀 你一下就会觉得 就会被打中 对 用啊 再来 真的 真的 对啊 对啊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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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俩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区别 你是 你 你就会 我 我 我 就特别高 但你把它往后一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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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了 自由一点 不要绷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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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被我牵的一个 啊 啊 你要放松 啊 你要有意思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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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在 sl Kings 他人真的太好了 舟生一路走来經历风雨坎坷 一直是一个努力奋斗 所以 他是真的希望这些选手少走一些弯路 Si 我 其实 《周深》Ella 又不是亲和幽默 遇到这样的老师 真的很幸福 其实 被推到这个路上的吧 我自己会这样认为 所以很多时候 反而是在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必须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抓住每个能够被听到的机会 然后去好好地表演吧 尽量让自己不留意 所以你其实之前 就一开始进这一行的时候 也有一段非常辛苦的时间吗 你说新人的那个时候是吗 肯定有啊 我就是那种一年 可能就一两个工作 什么之类的 那在家就是焦虑就是 啊 我现在就是 只有这份工作了 然后发现好像 根本没有任何方向 没有任何机会 那我就只能在家 可能就自己 自己录 然后自己唱 然后发到网上去 希望能够听到 什么之类的 就只能够自己在家 这样去 做一些事情 因为闲下来 我也 我其实也闲不下 焦虑的 因为那个关锋鱼生存 对 我觉得就是 哇 就是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 就自己在那个房间里 我比较幸运的是 我还相对来说 我自己还觉得 还蛮擅长这个领域的 但是我能够 做多久 或者说这个工作 对我来说稳定吗 我也是有很大的问号 看舞台2023节目 不论是周深的点评 还是打样舞台 再到他最简单 用最适当的方式 最快速的解决歌手演唱的问题 哪怕就是英语表达 情感表达 都能有一种感慨 这个人看似温柔 但是在专业的舞台上 简直就是强悍到令人恐怖 每周舞台结束 他都会有一段话 我倒是觉得值得好好评评 看舞台有一种感慨 他哪怕不出道做歌手 也可能是声乐领域 最应合的那一赛道的领先者 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 周深老师就像在给一群 从入门级到最高阶声乐 一起上课的声乐老师 上每一个阶段的人 都有所收获 好神奇 这一次再一次印证了 之前一个圈内老师的话 以周深的年龄 声乐到了这种程度 他的每一天都没有浪费 这种评价放在任何领域 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 周深真的是用音乐在修行 我愿他的真诚至善 能够赢得更广更大的舞台和美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